就只看了一眼 男人爱上了发小的妹妹 接着男人以上厕所为借口 出来和女神搭讪 但当他接近晒衣服的女神时 他突然假装被非礼的样子 大吉还没来得及反应 发小一脚朝他脸上踢来 大吉被赶了出来 可女神的回眸一笑 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于是在半夜 大吉偷偷折回找到女神 表示自己准备去首尔赚钱 让她准备好嫁衣 一旦有钱了 就踏着七彩祥云回来娶她 女神原以为她是开玩笑 她怎么也没想到 一场一场特殊的赌局 将两人的命运捆在了一起 在这场赌局里 为了防止出老千 所有人都必须脱光衣服 这已经不仅仅是赌钱 更是要赌上性命 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 谁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而男人大吉为何又会和赌扯上关系呢 这还要从大吉小时候说起 他从小就爱赌博 年幼时他赌玩具 长大后就开始赌钱 只要有人和他玩牌 必然都会输得一贫如洗 和女神告别后的大吉来到了首尔 通过表哥的介绍 在赌场成为了一名初牵手 他凭借高超的出老牵手法 让赌客们输得酷差不胜 为老板创下了卓越的业绩 获得了丰厚的奖金 从此大吉的生活一帆风顺 搬出了破烂的地下室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原本飞黄腾达的人生 会被一个女人毁掉 这个女人是赌场里的常客宇社长 她是为富可敌国的寡妇 大吉的颜值和技术 引起了她的注意 一天 宇社长来到大吉家里打牌 在酒精的作用下 宇社长凭借她那淑女的魅力 成功地俘获了小年轻大吉的心 两人从交流排气 逐渐深入到探讨 什么是快乐星球 大吉成为了宇社长的护花使者 可好景不长 赌场濒临破产 老板决定狠狠宰割宇社长 让几位出签 首先故意输几局给他 等到宇社长上头之后 在最后一局把赌注压到最高 把宇社长棺材本都赢过来 可一旦失败 那就会使老板彻底破产 然而大吉作为一名纯情战神 无法忍受自己的女人受伤害 因此私下提示宇社长不要再来赌场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赌场都没有宇社长的身影 众人以为他已经卷钱跑路 但就在这一天 老板却让大吉去招呼赌客 而这位赌客竟然就是宇社长 大吉顿时目瞪口呆 但只能按照老板的计划行事 可在最后一局中 局势突然逆转 众人面如死灰 屋子里回荡着宇社长的笑声 很显然 宇社长把赌场的钱全都引走了 大吉瞬间明白 宇社长一直在装成小白鼠 骗了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 为了挽救赌场 大吉和表哥找到眼镜书 决定从他这载一笔 因为据说眼镜书的钱非常好骗 尽管大吉信心满满准备开干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大吉愣在原地 因为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初恋女神 他看着眼镜书明目张胆地开游 心里五味杂沉 决定将火气都撒在眼镜书身上 眼镜书疯狂地连跪 殊不知 大吉已经陷入了陷阱 就在关键时刻 眼镜书让女神去开窗户 大吉盯着女神的苦茶子挪不开眼 女神察觉后说 果然 在接下来的赌局中 局势逆转 大吉不断连跪 输掉了5000亿美元 最终被迫牵下了一张巨额欠条 当夜 大吉突然被一群人抓住 不仅被殴打一顿 还遭受了守备车门家变形的酷刑 等大吉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昏暗的地下室里 脚被靠住了 而且一侧的肾被取走了 眼镜书嚣张地警告他 如果下个月不还钱 就要取走他的眼角窝 一夜之间 曾经风生水起的大吉跌入了谷底 沦为了吃别人残羹剩饭的可怜人 而就在此时 一个人影向他靠近 竟然是女神 通过女神的告密 大吉才得知自己的狼狈境地 都是由表哥害的 男人偷看女神苦茶子 全然不知表哥趁机出老千 和对手联合坑自己钱 导致自己签下5000亿美金的欠条 还被嘎了一个腰子 要不是女神告诉了他真相 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愤怒的他要去找表哥算账 女神却阻止了他 表示冲动只会让他失去性命 然后递给他一大袋钱 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 大吉逃到了偏远小镇 在一个小赌场里 本来以出千为傲的大吉 出千时竟被无名小卒识破 幸运的是 一个大叔及时出现帮他解围 大吉被这位大叔的技术所折服 迫不及待地想拜他为师 还不要脸地直接住进大叔家里 在一次闲聊时 大吉发现大叔竟然是他舅舅的好朋友 而大吉的舅舅是上一代赌神 赌神的好友必定也是高手 于是 大吉称大叔为影视高手 想要拜他为师 但大叔言辞拒绝 因为有句古话 影视高手都会因为徒弟而丧命 然而大吉坚决表示 如果大叔死了 自己会为他复仇 在大吉的疯狂话柄下 成功拜了大叔为师 并跟随着师父去各种赌场实地学习 师父教导大吉如何通过观察对方的眼睛 来判断他们的心理 比如看到喜欢的东西时 瞳孔会扩张 反智会缩小 大吉还向师父请教藏牌的技巧 师父回答当然是吃掉了 大吉CPU都烧了 牌那么硬咋吃 师父笑而不答 就在他们回家的时候 大吉偶然看到狼狈的表哥 他愤怒地朝表哥冲了上去 表哥立马认怂把知道的都拖了出来 大吉没有想到 当初老板破产赌场倒闭的原因 竟然是与社长和表哥的策划 而大吉一直被当作替罪羊 尽管大吉充满了愤怒 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心高气傲 而是学会了忍耐 正打算离开 表哥却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 大吉的女神因为帮助了大吉 被卖到了一个赌场 大吉立刻赶去那里寻找女神 然而 那家赌场的小老板与他有过节 因为当初大吉为了保护爷爷 意外刺伤了向爷爷讨债的小老板 小老板一眼就认出了大吉 决定报复大吉 拿起一把刀插在桌子上 表示赢了就能带女神走 但前提是要砍手 输了的话自行砍掉自己的手 在赌局开始时 大吉回想起师父的教导 根据人的瞳孔来判断心理 于是大吉选择不看牌 而是观察女神的瞳孔 他的手指不停扫过一张张牌 当他停在一张牌前 女神的瞳孔立马扩张 大吉心领神会地抽出了这张牌 成功赢得了赌局 接着大吉按照规定拿起刀 女神做好准备闭上了眼睛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大吉用刀刺穿了自己的手 小老板表示他耍赖 大吉却开始咬文嚼字 表示小老板没有规定 赢了要砍谁的手 于是他就砍了自己的手 见小老板不乐意 大吉又把刀用力地往下按 这可把女神心疼坏了 赶紧撕下裙脚给大吉包扎 接着大吉迅速夺走女神的卖身器 把纸烧掉帅气地点起了烟 这嚣张的姿态把小老板气坏了 声称还有50亿的利息没有支付 这时师傅走了进来 扔下一百亿表示 剩下的不用找了 转身带着大吉和女神离开了赌场 回家后 师傅告诉大吉 小老板是当代赌神的孙子 而师傅断掉的手 就是赌神砍掉的 师傅劝告大吉要戒赌 不然只能祈祷不要碰到赌神 晚上 女神和大吉聊起了往事 他曾经去赌场找哥哥 却被眼镜叔看到起了歪心思 于是眼镜叔给哥哥下套 导致哥哥欠了一屁股债 接着眼镜叔找到女神 表示要想帮哥哥还钱 就去赌场上班抵债 不料眼镜叔偷偷在女神水里下了药 在等女神醒来时 早已没了清白 还被迫成为眼镜叔出老千的工具 大吉听后满怀心疼 表示会一直爱护女神 女神也被大吉的深情所打动 这天 两人和师傅一起开心地逛街 期待着未来的种种美好 可眼镜叔的打手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对方气势汹汹要带走女神 大吉第一个不同意 让师傅和女神先离开 不料一下子就被打手击倒 女神试图扔金砖吓跑对方 结果被对方反手砸晕 危急时刻 师傅挺身而出 抱着打手一层从楼上跳下 等到大吉赶到时 师傅已经奄奄一息 师傅告诉他不要为自己报仇 尽管如此 大吉无法忍受这份屈辱 他再次找到了于社长 让他去诱惑眼镜叔 女人拨弄着他的黑丝长腿 然而面前的眼镜叔 以喜欢鱼香肉丝为由 拒绝了女人的诱惑 开门请女人出去 女人生气地扯他裤腰带 吐槽他是不是一笛 眼镜叔自以为防住了女人 殊不知女人目的并不是诱惑他 而是在他身上放追踪器 导致眼镜叔不慎暴露了金库的位置 大吉和他的伙伴们随后来到金库 拿走了一半的钱 而剩下的一半则交给了警察 眼镜叔一夜之间破产了 事后 大吉分了一部分钱给宇社长 然后宇社长表达了继续交流排击的意愿 可大吉说自己金盆洗手家有娇妻 拒绝了宇社长 战有欲作祟的宇社长 露出了匪夷所思的神情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 大吉和女神一起商讨去哪里旅游 眼镜叔突然气急败坏地追了上来 双方在马路上互相拉扯 女神展现出了高超的驾驶技巧 成功摆脱了眼镜叔 然而 就在大家松了口气的时候 眼镜叔横冲直撞地开车撞了上来 得逞的他拿走了钱 而原本怀孕的女神因此流产 事后 眼镜叔分了一袋钱给宇社长 原来在此之前 宇社长嫉妒女神 和眼镜叔联手报复 事成之后 他又摆了眼镜叔一刀 和小老板卷钱跑路 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这次轮到宇社长被摆了一刀 等眼镜叔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丢在了垃圾场 他愤怒地堵住了想要跑路的宇社长 与此同时 小老板提着骗来的钱找到了赌神 但赌神不受钱财的诱惑 而是用刀划开行李箱 前脚刚发现了大吉提前放的追踪器 后脚大吉就带着出狱的发小找到赌神 眼镜叔也随即赶到了现场 双方目的都是为了争夺那项钱 赌神来了兴致 既然在他的地盘 那就通过打牌的方式 赢的人拿钱走 于是 一群出老千高手聚集在一张桌子前 眼镜叔提出为了防止出老千 大家要坦诚相见 而与社长带来了很多副牌 表示每局要更换一副 赌神则规定出老千的人要废掉手 随后赌局正式开始 所有人都只穿着贴身衣物 几局下来 眼镜叔一直占据着优势 正当大吉一获时 与社长悄悄向他暗示 让他注意眼镜叔的眼镜 看来眼镜叔可以看见牌的正面 接着大吉想起了师父的教诲 老千的眼睛只要想看牌 就一定能看到 果然 他真的看出牌有问题 赌神也早有察觉 直接让手下把与社长脱小黑屋 与社长疯狂解释是眼镜叔让他带的 可还是被脱了下去 很快小黑屋里传出了惨叫声 而赌桌上也上了新的牌 这时 赌神挑衅地说了句 大吉师父的手就是被他废掉的 当时他师父还吓尿了 听到自己的师父被羞辱 大吉坐不住了 轮到大吉发牌时 他开始出老千 给自己留了一张牌 赌神都看在眼里 接着大吉让女神帮他点烟 手顺势放在了女神臀下 赌神迅速用酒杯扣住大吉的牌 用自己的命和全部身家 赌大吉的牌是对实 眼镜叔也跟着赌上命和所有钱 赌女神苦茶子里有牌 此时 影帝大吉从紧张到神情自若 挑衅赌神说 当年也是这样的招数 导致赌神把自己的手做没了 赌神察觉不对劲 连忙摘下墨镜 才发现大吉长得向上一代赌神 接着大吉掀开牌 并不是对实 显而易见 赌神输了 然而 眼镜叔坚持要看女神的苦茶子里是否有牌 女神直接把苦茶子丢他面前 眼镜叔拿起仔细观摸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赢了赌局的大吉 让发小去拿钱 然而 局势迅速恶化 小老板拿枪拦住去录 发小反手就给他来了一枪 而眼镜叔情绪激动破坏了电掌 黑暗中不停响起枪声 等灯再次亮起 眼镜叔已经隔屁 而发小腹部也受了伤 正当大吉三人离开时 发小突然变挂 拿起枪指向大吉和女神 然后单独开车逃跑了 几天后 电视上报道了发小的死讯 女神悲痛地抱着哥哥的骨灰 询问大吉当初那张牌藏在哪里 大吉却说自己吃掉了 随后 他们收到了发小死前寄来的信 接着根据里面的指示 他们找到了一大袋钱 原来发小反水 只是为了在赌神面前演绎出戏 以示与大吉他们划清界限 赌神才不会对他们下手 于是 大吉和女神带着师父和发小的遗愿 决定金盆洗手 过上安稳的生活